因为我们其实在基层 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整合到底还有可能吗 你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整合是有可能的吗 那如果是整合的话 又要用什么方式去整合会比较好 或是说有什么样的办法 是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还是说就这样子 真的三个非绿阵营三个人选到底 总共四组候选人 然后让赖清德躺着选呢 我觉得坦白讲 整合有各个不同的整合的状况 照理说郭台明相对来说 现在民调比较低 他事实上是最有可能被整合的才对 因为他距离就是说 如果你要依照目前的民调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民调 看起来如果他有机会的话 那别人是显然是更有机会的 因为他一直都在10%以下左右 那所以照理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最容易被清楚的 会如果说不是整合 我们再讲整合的概念就是说 算是这些候选人们或者政党 主动的去进行的叫整合 如果到最后一关叫做选民自己做决则 那叫做气保 我觉得这两个要先把它划分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讲气保 因为气保是最后的关键点 是整合不成才谈气保 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整合 还有点希望的话 我觉得其实郭台明本身照理说 他应该最能够去被整合 甚至回过头说 他可以去呼喊大家 可以去邀请大家坐下来做整合 因为他事实上在过去的那段时间当中 从疫苗的时候开始 他其实很有一个声望 来邀请大家坐下来 关键点在于说 你不要认为你必须要当总统候选人 但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郭台明似乎表现出来 就是说我虽然民调最低 但是我是老大 你们让我来被我整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成本来是最容易被整合的人 就是最容易发动整合 坐下来喝团结咖啡的人 就是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伤脑筋的事情 如果说对郭台明来说 他是坚持这样子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认为他最后被气保的可能性是高的 就是说你已经不要谈整合了 那就是直接气保 那接下来如果他不可能被整合 那就是另外两个所谓的整合 那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 我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 国民党就是说 如果是侯友宜的民调领先 他要去整合柯文哲 请他总统稍微不要那么用力 立委用力一点 我觉得是OK的 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整合的契机点 在于立委部分 事实上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你要柯文哲完全放弃说 我不要选总统几率不高 但是进而不选几率高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到目前的局面 是一个最尴尬的局面 那就是最大在野党叫做国民党 但是相对来说 总统候选人比较高的 民调高的是柯文哲 所以你说柯文哲要来整合侯友宜 说你不要选 几率是零 对一个最大国民 你问曲晓芬就知道 你说国民党说 那侯友宜已经被提名 说那我因为我的民调迟迟 没有办法超越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当政我当副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如果要谈整合 所以我才会经常的 如果被问到 我就说 你只有侯友宜一定要民调上来 侯友宜民调上来 是唯一在也在两个政党 可以整合的方案 就是说可能柯文哲可以稍微的在总统当中委屈一些 但是求取他立委习次最大化 但对国民党来说他就可以做某个程度的一些协调或是一些退让 但是如果说你要国民党不选总统 国民党总统当副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灭党 所以当初我访问过金普通 他为什么那么焦虑愿意出来帮侯友宜 他已经推到最后了 他告诉我他担心国民党被灭党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不行 他觉得侯友宜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选到最后直挺挺的躺下来 但是我觉得事情要到那么悲壮 会到那么的惨吗 凄惨吗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努力 努力的第一个前提就是 我觉得先不要去管郭台铭 郭台铭的话题当然很多 花絮性很强 但是侯友宜则 所以如果依照他目前 不好意思 郭台铭如果依照他目前这个民调的结果 他其实 他会自己玩玩玩 玩到最后 大家再来看看怎么处理 但他不会去真正影响到整合的大局 要谈整合 只有侯友宜的民调起来才可能去谈 那蓝轩姐 你怎么看最近一阵子以来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这个表现 你在一些民调里面 柯文哲本来大概都是维持在第二 那最近有一些民调开始 侯友宜是第二 但他们两个就算是第二第三 都是一个蚕麻花的一个样子 也没有谁有很明显的这个 在第二名或第三名的这个领先 那侯友宜最近也提出了一些不错的政策 比方说像是这个巴士两表的废除 这个似乎是打到点了 所以民进党他们整个政府就马上开始说要研讨 说是不是要放宽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放宽的话 那这一点呢其实就会被侯友宜得分 那你觉得侯友宜最近他的整个选举的这个策略跟节奏上面 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地方 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有啦我觉得侯友宜当然有在进步中 就是说尤其他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其实最应该要提出政策 因为相对来说民调那么稳了就是赖清德 就照理来说应该一步一步的推才对 结果他目前没有推反而是侯友宜推 那侯友宜几个政见我觉得包括他从能源开始到现在的80岁的这个台湾 其实台湾在面临社会当中的一些最主要的 如果你要讲人口结构当中两大主要的题目 一个就是少子化 一个就是高龄化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目前的总统候选人必须一定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跟预算的编列的 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是一些加分 所以我所了解就是他陆续会再推一些政见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对侯友宜来说 都是稳住局面 然后让他的这些国民党的传统支持者 继续的能够回流 然后对他能够重新建立自信信心的一个步骤 但是就像刚才晓鑫说的 就是说他可能因为时间是有点不等人的 虽然我们都说距离明年的1月13号选举 还有四个多月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民众的意向就是你那种风向的感觉 跟你那个就是说心里面的定见 其实不会到最后才形成 如果说你在最近的半个月一个月间 你没有办法让大家重新对你有所期待的话 我觉得未来会更困难 所以我认为侯友宜他必须要在短短的 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的民调不能够跟柯文哲继续麻花下去 但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要开始请假 开始请假 因为这个其实有很直接的关联性 就是说因为侯友宜他还在做新北市政府的工作 所以比方说一到五的上班时间 除了偶尔他请假出来之外 那几乎都是在新北市政府上班 那剩下假日 所以他整体的这个全国的这种风 就会比较难吹起来 那所以说你说短短的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内 如果你要全力以赴的话 那似乎你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很难予以熊掌都兼顾 是啊 没错 我觉得其实应该像最近 我觉得还应该尽早请假 我觉得应该尽早的 因为这个时间对于国民党 对于侯友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这个关键时刻的意思在于说 大家到底还看不看好你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说 你说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一些经济选民 或者一些知识选民 其实对于侯友宜确实是很失望 那这个失望的话 你已经到了有点觉得 就是性命有点刺心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很快的 所以我觉得他提这个政策 是相当程度可以挽回一些经济选民 跟知识性的选民 而尤其知识性的选民 被柯文哲拿走很多 那经济选民又被郭台铭拿走一些 所以我想这两个部分 你都必须要争取回来 OK